日本选手擂台比赛太嚣张 直接拍屁股挑衅中国小将 中国小将也是立刻扭屁股做出回应 这个嚣张的小日子名叫田中大作 出场可谓是十分的高调 在台下一顿操作猛如虎 对着两边的观众手舞足蹈嘴里还念念有词 两边的观众也是默默地欣赏他的奇葩行为 这个小日子长得像个没进化完全的猴子一样 行为也是非常的搞笑 对着场下的观众不断地比划动作 上了擂台更是展示出了猴哥的真面目开始蹦的 虽然不知道他的实力到底如何 但是节目效果这一块属实是让他完明白了 这一套奇葩的动作 属实是把兄弟们都给看呆了 而他的对手则是来自中国的硬汉贺楠楠 贺楠楠虽然实力不俗 但是为人十分低调 并没有像对手一样在擂台上蹿下跳 让我们看看贺楠楠会如何收拾这个嚣张的小日子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往兄弟们动动小手点个赞 小林柱点赞的兄弟们一夜暴富 接着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比赛开始后贺楠楠率先向小日子压进 并且先发制人的一个扫梯进攻 而日本选手也是不甘示弱想要上前发起进攻 结果又被贺楠楠的扫梯给打断了攻势 此时贺楠楠又是扫梯进攻结果被躲过 于是小日子立刻开始嘲讽贺楠楠 用手拍屁股表示对着贺楠楠挑衅 贺楠楠也是立刻扭屁股做出回应 表示小日子的这嘲讽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接着贺楠楠也是立刻向小日子发起了重拳追击 把小日子打得那是慌忙后撤 躲过一劫的小日子又高举双手扭屁股嘲讽 贺楠楠见小日子这么猖狂 便决定狠狠地收拾这个家伙 小日子见自己扭屁股没能激怒贺楠楠 于是便谨慎了起来 两个人又进入了互相试探的一个状态 虽然恨人 贺楠楠想狠狠地收拾这个家伙 但他还是保持着理智没有莽撞的进攻 而是不断地在移动中寻找对手的破绽 小日子打得也十分的谨慎 不断地在擂台上游走移动 结果没一会他又开始整活 直接在擂台上跑了起来 谁知道贺楠楠直接和他反方向奔跑 这一幕直接让裁判和观众看得一脸懵逼 于是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 立刻上前制止两人将比赛暂停 并且对双方都进行了一次口头警告 于是贺楠楠决定不再和这个小日子周旋 只见贺楠楠冲上前去 就是一个大百拳命中小日子脑袋 接着又补上了连续的重拳杂机 直接将小日子给看翻在地 随后对着倒地的小日子展开了猛烈的输出 将小日子打得那是狼狈不堪 于是裁判立刻上前叫停了比赛 小日子本来还想继续在擂台上整活 结果被贺楠楠冲上来的重拳直接给KO 只能说是不做死就不会死啊 就这样贺楠楠手回合一轮猛烈的进攻将小日子KO 给这个嚣张的小日子狠狠地上了一刻 让其再也不敢在擂台上整那么多的小动作 大家觉得贺楠楠的表现如何 让我们为硬汉贺楠楠点赞